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为了防止自己买东西 我就带了个这么小的箱子 希望不要像上次一样 结果来了 因为买太多东西 然后又买了个箱子带回去 我现在准备去波河的市区里去买手机 我也看看有没有能修我手机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